高雄抢拼施打率 上午开打BNT 打疫苗还送好康 送米再送沐浴礼盒 但看看这人潮 打气似乎不理想 80几岁的老夫妻一起来打第一剂 拖了这么久 就是不敢轻易冒险 另外一战开打莫德纳 随到随打 对号称大魔王的第二剂 内心很恐惧 我真的很怕 她说请问我偷到口笼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高雄在船打疫苗出状况 疫苗69岁妇人 10月15号打完莫德纳第二剂 身体不舒服 20号到国军高雄总院急诊 但过了9天还是一样 分别两度就医 情况也没好转 这个月4号因为剧烈疼痛 被确诊是主动脉剥离 专院开刀14个小时 现在还在甲虎病房 让家属怒吼 三间医院都没有通报不良反应 该案有高血压的病史 那在10月8号 我们已经协助了该案进行通报 疫苗不良反应 富人打两剂莫德纳疫苗 五度进出医院 主动脉剥离一度和死神拔河 而家属三番剥折 才被卫生局通报是不良反应 主动脉剥离和打疫苗 有没有直接关系 通报后还要进一步理清 借金献中SNG小组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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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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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